如果你想着东升西降 想着沽空美股 你就死定了 因为在过去那十年 每一年平均来说 美国的S&P指数 都是升7% 或者是以上 如果你去沽空美股 你就差不多等同是自杀 没分别 各位新频道的朋友大家好 今次又见面 今天想说的就是关于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现在整天都流行一句说话 叫做珍惜生命 远离港股 就是在中秋之前那一两天 全日的成交得四百多亿 大部分的成交留在哪里 就流去了美国 美国之前整天都流行过一句说话 叫做东升西降 东升西降我同不同意 我绝对同意 那大家看到就是什么事情 就是说中国的GDP 由以前排在很后的 现在去到全世界 是占第二位 仅仅是跟着美国的 那这个东升西降 是先走 但是又很不幸地 你会看到 无论中国的股票市场 或者是香港的股票市场 都是在一个低位 就是跟大家的想法 大家看那个GDP的增长 就不同 但是反过来 美股 全世界 现在大部分的投资者 只会聚焦在 美国的股票市场里面 如果你想着 东升西降 想着 沽空美股 你就死定了 因为在过去的十年 每一年 平均来说 美国的S&P指数 都是升7% 或者是以上 如果你去沽空美股 你就差不多等同是自杀 没有分别 整个世界 只有7只股票 是超越 1万亿美金的市值 我们所说的 就叫做 纳指七雄 包括哪七家呢 包括有苹果 微软 Alphabet 还有Meta 即是Facebook Tesla Amazon 以及NVIDIA 苹果 微软 以及Tesla 它的市值 是超越 3万亿美金的市值 你会看到 这七个公司 大部分 都是科技的公司 互联网的公司 为什么呢 我就尝试 在一个企业的角度 去分析 告诉大家 有什么分别 其实 如果是说企业 我们是可以分组四等 最低等的 我们就是说 斗价钱 你10元 我8元 你8元 我6元 全部 就不是斗 品质 全部是斗便 斗便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 Profit Margin 会越来越低 最后你会支撑不到 那比斗便宜 好一级的企业是什么 就是斗性价比 就是说你那件货品 或者是服务 会不会比其他人好 人就很有趣 喜欢找笔 不喜欢找正 就是说我是顾客 如果我知道你的服务 或者是你的产品 给到我的东西 是超出过我给的钱的你的时候 就那个消费者 就会觉得 我找了你 那就是说 我们要去斗的 就是斗一些 叫性价比高的服务 那香港 我们绝对不可能斗便宜 就是说如果你去跟深圳斗便宜 你没有可能斗得 赢过深圳 因为 人家的 租金成本 人家的人力成本 远远是比香港为低 我们只可以斗的 就是斗 我们的性价比 提供的服务 提供的产品 会不会比它更加高 比这两个公司 再高一级 是什么的公司呢 就是说 我们是拥有品牌的公司 品牌是值钱的 就是很坦白说 如果我 穿一件T恤 我有一个品牌 是很知名的 欧洲名牌 可以说 这件衣服 可以是卖到三四千元一件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买什么 那你可能得几十元 这就是说 品牌的效应 同样道理 人也是 比如看相学的大仙 他可以收取 这么高的看相的费用 因为他出名 出名的时候 就几万元看相 如果什么都没有 你就在妙街街边 可能是几百元 看一个相 相差 就整一百倍的分别 这个就是说 有品牌 和没有品牌的分别 其实在整个生产的产业链里面 花最多钱 或者是赚最多钱的 一定在研发那里 和在市场 你要放在生产那里 相对来说是很低的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代工的工厂 他们赚取是什么呢 就是第四等的公司 我和你比较便宜 我和你做到那件产品 我怎样压抑到我的成本 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他们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反过来 你拥有研发的能力 我研发到一些产品 很有竞争力 很高的性价比 我们就可以赚取高一点的利润 那如果我的市场 做得好 令到我的品牌 是有一个日价的时候 我便有机会收取到 更加高的回报 那这个为什么 坊间这么多人要放投资的资源 就是在研发 和在市场 那最高级的企业 是在玩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玩 我们那个叫做 品牌之外 我们就是 我们是整个行业 我们是要制定 那个标准 我们是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刚才说的那家七家公司 全部都是行业 的规则的制定者 苹果就是制定手机 和电脑的标准 微软就是电脑操作系统 和文书的标准 Alphabet就是搜寻器 和安卓系统的标准 Meta就是Facebook 就是社交媒体的标准 Tesla就是电动车 EV cars的标准 Amazon就是电商的标准 NVIDIA英伟达 就是电脑晶片的标准 这七家公司 都是在标准 那苹果 为什么它会值3万亿美金 流上呢 因为它总有两个标准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听过 税收 叫做苹果税 什么是苹果税呢 原来全球 苹果的用户 是超过15亿 如果我是一个Apps的开发商的时候 我要上架 我要付费给苹果 收一个上架费 除此之外 如果手机客户 用这些Apps 它是需要 分Apps 三成到五成 这就是我们称为苹果税 那上年 苹果收这个苹果税 即是这些叫服务费 是有百百多亿美金 而那个 手机的盈利 是2400亿 即是说 收这些苹果税 已经是百百多亿美金 那它一定是富可敌 全球能够征税的 即是除了大的国家 美国 是全球征税之外 我想就应该是苹果 那 说着苹果 它拥有两个标准 一个 就是手机的标准 iOS的标准 另外 就是电脑 Macintosh 软件的标准 你手机 尤其是 你在疫情的时候 你用手机的时间 就更加多 根本它那个 收入 就没有减少 大家 只会越来越依赖 手机 和线上的消费 会越来越高 所以预计Apple 未来的收入 要去下跌 就很难 还有它有足够的金钱 是会再去做一些研发 譬如现在新的手机 又要放在AI的功能 这个就是 玩定标准 你看到那七家公司 全部都是定标准 世界 美国的科技 和它的金融力量 就是最高 所以整个世界的话语权 就是在美国那里 美国就是那七只股票 在互联网世界里面 一定是走得最快 中国 一只股票 是在全球20强之一 那只 就是微信 为什么互联网企业 会比其他会跑得快呢 因为 它说着它的增长模式 是一个平方式的增长 和我们以前传统的企业 线性的增长 就是两回事 那只要那个企业 互联网的企业 一过了个能界点的时候 它那个边际成本 就是接近零 就是说 我有一千五百万个客 和二千万个客 增长那五百万的客 那个叫做 边际成本 是接近零 所以他们的盈利 是会增加得那么紧 这个就是说 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和传统的商业模式 是两个很大的分别 那今天你会看到 所以为什么 纳子七雄 它会是 带领着全球 我想这个 叫做成绩 或者这个 叫做结果 我想都会维持一段 很长的时间 直至 整个生态 会是转变为止 今天 想和大家的分享 就是这么多 拜拜